针对从菲律宾传来的消息 似乎证实邓德宏已经遇害的事件 新周日报《沙巴高级》记者王立平指出 如果头颅和遗体真的是邓德宏 那意味着什么呢 作者指出邓德宏被掳走的地点 不是偏僻的海岸 而是靠近山达根市区的海边 发生时间点也是在沙巴州去年7月实施 销禁令的期间 每次卢把案发生后 政府领袖与相关保安部队领袖 除了发表谴责言论 也一再担保卢把案不再重演 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对卢把案负上全责 甚至还有人发表过 一年只发生一次绑架案 沙巴依然安全的言论 如今人死了 连在国会被默哀一分钟的权益也没有 作者认为 如果掌权者依然不痛定思痛 解决问题情况不会好转 只有更坏 接着在《中国报》的曾子约 作者曾子全认为 无论大马民间多么不满和愤怒 非国政府很少认真表达遗憾 非南太远太杂 不是权力者的中心 而且死的是别人 他指出 非南之乱是非国权力者的一种放弃的心态 以及人群的冷漠所造成的 在正常的社区 任何表明身份的极端分子都会遭到民众举报 可是在非南一些偏远的地区 普遍可见民众对极端分子敬而远之 毫无对抗的意愿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东马的边疆地区 一种莫名的距离感也出现在东马和西马之间 助长了非南之二